詞曲 李宗盛 各位朋友以及各位同學大家好 很高興大家把禮拜天下午的時間播出來 然後剛從一路聽大家的分享 就是說非常的正面積極 那我自己做的工作是 Freelance 就是在做比較大部分的工作 是在美食跟旅遊 然後也會寫藝術類的文章 所以我就把今天的題目訂做愛吃鬼報告 因為我覺得講到吃應該沒有人不會覺得不開心 但是我的工作呢就是 一整天我可能要吃四家甜點 五家居酒屋或者是六家日本料理 那當你要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它很像一個愛吃鬼的無間地獄 你不斷的在巡迴 而且你這一天只能吃同一種東西 那我自己是中央中文系 以及中央的藝術學研究所 然後最近中央大學在電視上 大家應該常常聽到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離開教育部的教育部長 他是過去中央大學的校長 然後現在也即將回過到中央大學 不過可以講一個他的小故事 因為我自己在中央大學在我畢業之後 回去藝文中心做公共藝術那個計畫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個機會 跟那時候的蔣偉銘校長一起開會 那我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效率非常好 就是他是我見過開會效率最高的 那時候在整個會議室裡面大概有15個人 然後我們來自各單位的處事要討論一個案子 然後便當發一發之後大家一邊吃 他就開始第一個流程第二個流程一直弄下來 便當快要吃完的時候會也開完了 那所以我想其實如果現在的事情 對他來講有造成什麼樣的一些舒適的話 也許是他太追求效率了 這只是一個小差距 那我自己的經歷就是在研究所 其實在中文系畢業之後投了兩個履歷 一個我記得是中國時報的編輯 另一個我一點忘了都是文字類 但是都沒有回應 那那個時候看到有一些同學 那時候已經大學畢業了 看到一些同學已經考了研究所 我就想說那我留下來在學校家教 然後一邊準備研究所 然後就考到了我們學校的藝術學所 可是藝術學所在我們所上畢業的話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會選擇出國或者是念工費 那現在也陸續續有很多的學章界 從國外拿了博士大部分是在英法 拿到博士之後回來教書 然後我自己呢沒有打算在深造 我就到了廣告企劃公司 然後做旅遊廣告 然後回中庄大學做工藝術的計畫 然後我在我最後一個工作是三個月 我有在某一個藝術類的雜誌裡面做採訪跟編輯 那時候只有待了三個月 因為我就想說自己年紀也不小了 至少要撐個一年 因為我有好幾個同學都是在藝術類的公司工作 那我發現我一進去之後 第一個月我已經怕受不了 因為雜誌的運作它是會到了月中以後 會要開始大家班 所以平常我們上班是九到六 那你到月中以後大概25號要截告 你從15號開始就是 九到六、九到七、九到八、九到十一 然後九到凌晨一點 九到凌晨三點、九到凌晨五點 那我的家人他們只知道我到 九到九、九到十一的時候已經受不了 在第一個月的時候 可是我的同學這麼多年都是這樣過的 所以有好幾個人跟我說 他們從研究所畢業三年後 再講藝術類雜誌工作 那時候我的身體就操壞了 那後來我決定三個月之後就不做 那時候是2011年底的事 我就決定出來當freelance 那freelance的話 因為我自己的專長背景 所以現在目前就是我的業主 就是北美館的現代美術雜誌 它是比較硬的、藝術類的 我會幫他們採訪藝術家 或者是做藝術的評論 然後還有peer雜誌 就是等一下會談到主要吃吃喝喝的 那再來就是像點藏也會有一些報導 還有幫他們編書 然後這個呢其實是 我有一天早上在喝咖啡 這是我的咖啡杯 然後我看一本居家雜誌 居家這不是任何心靈立志的雜誌 居家雜誌它在最後一章 它其實是跟你說 你看了前面這麼多漂亮的家庭佈置 你不要只是想你要去做 那看到這一堂話 其實對我自己那個早晨 我就突然覺得我很喜歡這句話 而且我想要變成這句話的主角 然後這個是我把我放在FB 在兩年前的現在這個時間的分享 跟大家一起看 這個是有一期 我最想會封面的Hear雜誌 然後呢 我曾經就是在兩個禮拜八個工作天 跟我的攝影師我們兩個人 一起吃了三十六家居酒屋 然後呢 大家拼彩就覺得非常幸福 因為我記得我2011年 剛開始要當Freelance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是有一個編輯 也是我過去的主管介紹的 那一位特別編輯呢 他就是說 慶幸拜託 現在我們手上剛好 有一些採訪過的稿子 但是我沒有時間寫 快要出刊 你來幫我寫 也就是說 我看的那些文字是他們真的去吃過 真的去採過 真的看了師傅在他們面前坐 然後他的文字稿 請我幫他練成一片片的報導 但我看到那些文字的時候 非常的羨慕 因為裡面就是在講壽司的做法 然後告訴你說 那一家的海膽有多鮮 然後哪一家的師傅的祭堡非常好 然後他的壽司是幾手幾 就可以完成一罐 那我看到那些文字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可以 也吃到這些東西有多好 那等到後來我跟 拍的那一系列日本壽司的 攝影師合作的時候 他說 我們那一次拍 吃生魚片吃到的都吐了 我現在再不敢吃生魚片 然後我就想說 世界上怎麼可能有這種事啊 就是 會有一天不敢再吃那些東西嗎 好那 我就開始也跟他們一起去採訪 那從一開始 我們每次的採訪都不定 主題不定 開始是小吃 然後 在兩年前這個主題就是居酒屋 那因為那個時候 我已經做了七八個月的freelance 我覺得自己一定很上手 然後我就跟編輯說 我不想要很密集的 像跑東通稿一樣 可是當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跟在電話鏡頭就說 這一次的主題呢 是居酒屋 然後有三十六家 可是我們要在兩個禮拜的工作天做完 然後當我想說居酒屋三十六家 我就想 我這輩子到五十歲 應該也不會吃三十六家居酒屋 好那我就接吧 所以呢 接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其實我們每次在採訪期 我們就會自己排這樣的schedule 那這個schedule呢 他 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另一個計畫 就是他是一個類似台北小旅行 我們從十月十七號到十月二十五號 幾乎每天要跑四到六個點 然後呢 你要從早上的十點開始排 十點排一家 十二點一家 一點一家 三點一家 五點一家 六點一家 七點一家 然後這個schedule大概要用 兩個工作天的時間 我在家裡瘋狂的打電話 給松菸的某某店的老闆 然後給冰淇淋店的老闆 給咖啡店的老闆 跟他們敲 可不可以禮拜一 你是一點 你是三點 那遇到餐廳的話 他是最不希望你十二點過去 跟六點鐘過去 最忙的時間 所以我把這時間排開 所以其實在 當我跟人家說 我今天又吃了什麼吃了什麼的背後 我必須有一個 整個在我自己在統整的過程 然後這是背後的工作 可是在兩個禮拜內 我跟攝影師兩個人 要把這個計畫做完 然後你要抄得很準確 因為你要確定那個老闆 他要出多少餐 那通常我們會在約的時候 就跟他說 老闆我們是Hear雜誌要去採訪 然後某某時間你可以嗎 對方答應了 我們跟他說要出三道菜 因為我們在錄出的時候 可能會有兩看 可是希望他有三道菜讓我們拍 我們最後可以跳比較好看的照片 那我們到現場 通常老闆一定會把握這個 免費廣告跟免費上雜誌的時間 因為通常一頁雜誌 他至好是三萬塊的廣告費 所以他絕對不會只出三道餐 那我記得在居酒屋的某一天 走餐已經吃了四家 從早到晚吃了四家 最後一家是九點鐘 在SOGO那邊每個大樓六樓 那他是一家還蠻不錯的一家居酒屋 然後我在那邊等了一會兒 我們八點多到那已經非常的累了 然後我的攝影師也非常累 我在那邊等 等到他們忙到一陣子 已經晚上九點鐘的時候 他們公關就過來就說 吳小姐不好意思讓你們等這個酒 那你們今天晚餐吃了嗎 我說吃了 今天採訪了好幾家 謝謝你 我們只要拍你們 特別想要Promo的三道菜就可以 他說那你們今天吃了這麼多 一定沒有吃到新鮮的生魚片吧 我說有 有吃到生魚片了 謝謝 然後他說那生魚片吃了海膽沒有吃吧 我說海膽是真的沒有吃到 那等到大概十分鐘之後 他拿出來去一大艘那種生魚片的船 然後上面是一隻今天補的黑毛啊什麼的 就是一隻很鮮的魚 他們整個切好做好 在那艘船上後有一些海膽 我真的就只有吃兩塊海膽 我看著那艘船 在人工不動收回去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再吃了 然後這個呢 就是我在三十六家居酒屋的時候 我自己一邊走一邊拍的 其中的四分之一而已 然後這些所有的東西都是店家幫我們做好的 然後我們一道一道要去吃要去嚐 然後因為有時候真的吃不下 像我的攝影師都要怎麼搞 攝影師通常都很瘦 然後我都負責吃 而且有時候會遇到攝影師 被迫喝兩杯燒酒啊 然後自己在那邊把這些串燒都吃掉 因為我覺得不吃也很浪費 所以就很努力把這些東西都吃完 然後其實我覺得收穫最大的道路是吃 因為最大的收穫是老闆會跟你聊 他為什麼會開這家店 他為什麼會創業 那其實我覺得在做記者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像譬如說我去採訪我 我幾乎就會帶一台電腦 然後對方講了什麼我就記錄下來 那我覺得對我來講 其實就是聽懂人話 可是聽懂人話是 你要再怎麼把它轉譯成一篇 有感情的文章 然後這邊的話 先大家先踢一下這首音樂 這首歌 大家聽到可能大家都不陌生 就是The Beatles 我記得我在大學的時候 在我們的視聽中心看到他們這一部電影 他們的專輯也是一部電影 有拍成電影 然後裡面其實就是在講他們很爆紅的情況 然後開演唱會的情況 然後被粉絲追逐 像這個不斷在奔跑要躲粉絲 然後這是保羅麥卡妮中間有個橋段 他就是躲到火車站 然後在旁邊有一個老人 他們就是遮著報紙 然後粉絲就從後面跑過去 因為他們沒有認出 就在椅子上的是保羅麥卡妮 然後我記得我看到這一部電影 那時候在瞬間就變成劈頭迷了 就是隔著那個LED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好像可以感覺到 第一個是他們的熱力 那第二個是我為什麼把它放在這裡 是在做freelance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那一天都是hard day 那其實就像我覺得就像在研究所 在大手感報告一樣 那其實在freelance 你每個月都會面對這個懸惑 譬如說我最近才結束的一個案子 是新北市的一個專書 是在採訪石門的 所以我花六天的時間去採訪石門的茶人 去吃了不基於港的大餐 可是六個整天密集的採訪回來 我接下來是六個整天密集的寫作 所以上個禮拜寫出了兩萬多字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當我跟我大學同學碰面的時候 他是說你現在做的是怎麼樣 我就跟他說 譬如說我才剛剛寫完兩萬字 或者是上個月才寫完三萬字 然後他就說 如果你大學的時候這麼用功 早就得諾貝爾獎了 然後我就想說好像蠻有暴力的 如果如果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都像當freelance 可以這個日理萬機 每天可以先生產出什麼文字 先不管你文字的品質至少你願意去做 那這個最後呢就是我自己放在電腦上 之前在蘋果日報上看到 他們就是把好幾個名人 他怎麼用時間的一個圖放出來 也許大家有看過 那因為我自己 我覺得我還 我有在看Froid的書 我還蠻喜歡他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睡眠時間 一、二、三、四、五、六個小時 早上一個小時早餐刮鬍鬚 接下來四個小時跟病人談病人診療 然後兩個小時的空檔中餐休息 接下來去快走 然後一、二、三、四、五、六 用六個小時又跟病人會診分析 晚餐兩個鐘頭一個鐘頭半 接下來有兩個半小時在寫作跟閱讀 那其實跟大家分享郭異德 他怎麼用他的時間 我認為大家也可以 就是大家這麼的年輕這麼有活力 然後你從現在開始 每一天每一週每一個月 然後到你的今年明年去想 你每天你可以怎麼做 然後郭異德就把自己很簡單的一個工作經驗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有一點點收穫 謝謝 謝謝